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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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佩斯的刺 还有比作仙人掌的脚 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这个植物给它起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小的时候长得像一个仙人球 所以就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它的刺形比较像象牙公 叶形也比较像象牙公 逐渐长大之后 它的皮色会更加的偏金灰色 这种感觉有点像魔戒狱 如果从小到大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审美乐趣 可以说是一种缝合怪的一个存在了 就是如果养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 非常的适合新手去入坑 它的原产地在于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南部 非常一直是暴露在阳光下面的 因为经常接受阳光直射 所以皮肤才会这样 它可最高的高达一米 直径为1.5米 有宽大的这个枝干树干 可以作为水和养分的储存 以抵御干旱 这些扩大的这种器官 在植物学中被称为伪状体 一开始是红色褐色灰色 第一次开花之后 它的花苞开始分支 并产生一些新的分支 它的顶端的叶子成粗发芽 叶子是落叶的 在秋冬季开始落叶 它在这个树枝顶部形成一个年花座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刺很细 看起来像针 它们的刺成红色 圆锥形 它的花是亮黄色的 外边是浅白色的 开花是在冬末春初地区的时候 第16个品种 那就是鬼金棒 坐落于马岛的西南西北 笔直的生长 像金箍棒一样 叶片细长而有层次 因此比较短小 且集中于顶部 类似狼牙棒 日本又称鬼金棒而得名 在日本文化中 有如虎添翼之寓意 适合作为礼品赠送 有点像发财树的那种作用 在日本 这个植物也挺有意思 那第17 就来到了我们的非洲霸王树 非洲霸王树是 棒锤树属中的一个基本款 这里又叫做霸王树 坐落于马岛全岛 被称为马岛棕女 在产地量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高大 是比较早期引入国类的品种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它的刺非常的坚硬和密 用于造景 但注意要防止被扎伤 第18名 就到了我们的天马空 这是一种迷人的大型 快根物种 产于南非 从伊利沙百港到西开浦省的 东开浦地区都有分布 原产于鹅卵石和草地 稀疏的贫瘠地区 物种矮小的多肉 它的物种名是矮小的多肉的意思 任何的多肉爱好者都知道 日本名字被赋予很酷的名字 叫做天马索拉 但起源是什么呢 此外 虽然很小使用 它似乎还有一个神秘的日本名字 叫做通木丹马 意思是 它的特点是粗纺锥形的快根 当涉及到大型植物时 它可以长到近一米的长度 据说具有长碎的枝条 从快根的顶部分支并生长旺盛 它的枝条长度可以再延伸一米 初夏时 它开的非常美丽的花朵 混合着白色和粉色的颜色 它从皮翼的外观是无法想象的 根据文献 这种植物是可以自花授粉的 它看起来与同源的物种 双刺瓶干非常的相似 但是有异于识别的特征 就是说它比双刺瓶干更加的宽和大 它的叶片 它的枝条比双刺更加的粗 最大的区别是花朵 像我们的这个天马空 它的花瓣捏得很大 而双刺的花是中型的 在我看来 结结根的这个颜色在双刺瓶干中是深棕色的 而在天马空是接近米色的这种皮肤 所以它是像双刺瓶干一样 我这个天马空是产于南非冬季很冷的地区 因此它可以比其他的棒锤树鼠能够承受更冷的寒度 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特性的这个快根 也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们去入手的基本款 那接下来第十九位就是光塘 光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棒锤树鼠的物种 不仅外形帅 名字也好听 它坐落于南非 拥有着笔直粗壮的块镜 比夏牙宫看起来更密的长刺 橙珠顶端亦有刺 有一种绽放式的美感 爆炸炸裂狂野的这种美感 在阳光下整体是有空凝的调性 它的花瓣绿色花瓣顶端深红色 花成树收树状 整个品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花色花形 它的叶片是波浪形 然后也比较宽大 非常的独一无二 比起那些粗粗树干 那刺遮遮掩掩的那些棒锤树鼠来说 它的刺非常的炸捏 这个物种必须被评为所有大型植物中 最为抢手和最可爱的物种之一 它吸引了几代人 植物的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 每年约0.5至1.5宁米 可以长达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它的起源于尼西特斯维尔德 北开普省和纳米比亚南部的地区 沿着奥兰至河谷下游的两侧 从东部的坦塔莱特山谷和佩拉山脉 到西部的尼西特斯维尔德 惠布赫雷和匈鲁山脉 据记录 在大约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有几十个地方都能发现这种植物 它的主要栖息地在于加尼普地区 或奥兰河河地地区 是地球上多肉植物最多的地区 奥兰至河纳米比亚一侧的亚群地区 因为山势险峻 人类是无法进入的 总体来说 那你的群体植物还是非常的安全的 它们的数量相当的大 平均的密度在每公斤625至1100只之间 在佩拉山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密度 只不过它的年龄范围分布不同而已 它的平均海拔在300至900米的 干旱沙石沙漠和山脉之间 那你的天气非常难以预测 降水量主要发生在冬季 从50至150毫米不等 在某些山脉的环境影响下 这里是非常干燥的 降水量约为15毫米甚至更少 从大西洋海岸向内陆转移的浓雾 会增加降水 夏季温度可以高达50度 植物似乎很喜欢生长在岩石和石质山坡上 这些暴露在山坡的极端环境下 是可以想象这种植物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它很能适应当即的这种高温和风 该物种会目前正受到了很多非法的收集 特别是在尼西特斯维尔德 因为植物在国际和国内市场都非常的抢手 纳米比亚的采矿活动 以及尼西特斯维尔德的家畜 对周边的密集这个种植还有放牧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像这个亚群现在的数量也在逐步降低 显然是显然是非常的那个危急 它的繁殖主要是靠种子 昆虫昆虫的这个搬运种子而传播 这样虽然它有坚强的外刺 还是抵御不了人对这种植物的喜爱 接下来介绍第二十个品种 双刺瓶干 这是一种充满魅力的植物 被称为双刺瓶干 产自南非 原产于东开浦省南端 靠近伊丽沙白岗 该种植物意思是成对的刺 虽然在这个棒垂树树中 许多的多肉植物都产于马达加斯加岛 但是双刺瓶干是产于非洲大陆的少数棒垂树树的物种 它具有瓶状肿胀的这种树干 浅棕色的皮肤 还有双刺的成对生长的枝条 是它的主要的特征 它圆圆胖胖的生财非常的受到人的关注 因此在当今这个多肉市场上 喜欢圆胖体积的人们 把这种植物成为下一个炒作的目标 在它的原产地 几乎所有的根状部分都埋在地下 和现在的主牛审美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植方法 是把它的肥胖块茎暴露在盆头表面 而在当地 它完全是被掩埋起来的 大型的生长 这种植物具有绿褐色的木皮 触感很光滑 顺便说一下 当它成熟时 它可以长到一米的高度 从块根的顶部 衍生出一个长长的分支 从中释放出毛尖 尖硬的小叶子 正如该种植物名称所暗示的那样 从树枝的某些部分 细刺成对的生长 在生长的季节 它以粉红色的铃铛形式 产生出可爱的花朵 从块根 衍生出来的荆棘 荆棘枝条上 像铃铛一样盛开的花朵 令人大开眼界 又让人开怀 伊尼沙白岗 是这种植物的家园 在隆冬的几个月 温度可能会接近冰点的温度 因此这种植物有很强的耐寒性 如果是大型的成年植株 可以在不加热的情况下过冬 接下来要讲的第二十一个品种 叫利亚 棒子起源于19世纪的葡萄牙地质学家 也是军官和作家 费尔南多达利斯塔莱尔 他在安哥拉南部的一次勘探中 描述了这种瓶数 该物种可以高达6米 其特征是粗大的瓶状树干 利亚棒垂生长在半沙漠的地区 岩石山坡之上 它在纳米比亚东北部的高原尤为常见 利亚棒垂又被称为瓶子树 瓶子树的名字得益于 不同寻常的同大形状的枝干 在该物种相距1000多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这种植物的两个亚种 它们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 也有不同的生长习性 由于这个原因 以及两个物种之间的距离较远 被分别了出来 一帮植物学家对这个亚种进行了研究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下一个要讲解的物种 白马成 白马成作为单独的物种 被分别了出来 像利亚棒垂分布在纳米比亚西北部 西南部安格拉和博兹瓦剌西北部 而白马成主要分布丹菲 斯威士兰 莫桑比克南部和精巴布韦地区 这种植物 它有很多相同的特征 虽然利亚棒垂可以长到8米高 有柔软的叶子 而白马成很少能超过1.5米 也有光滑的叶子 利亚棒垂的花期从5月到11月 在干燥的冬季8月达到顶峰 而白马成则在2月到5月较早的时候开花 白马成的特征就是对刺有卷边的叶片 花瓣白色旋转以及绸缎的质感 同时花瓣边泛粉红色 它的市面流通并不多 好了 那就是今天的视频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对小新的这一系列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一个关注 我以后会分享更多的快根仙球多肉的知识 欢迎大家那个多多的一键三连 嗯 好了 那今天是4月份的最后一期视频 马上小心要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之后 然后会给大家 然后拍一些当地的美食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